把握假日的好天氣 台北市市民廣場一大早就擠滿了民眾 要來響應第十五屆的三星公益路跑 主辦單位邀請了跨欄王子陳傑 居眾女神郭信淳 以及空手道小清新文姿雲來擔任領跑人 一同為弱勢家庭賜一份行李 其中已經連續四年參加的陳傑 看到今年活動的盛況是特別有感觸 我來參加就是為了這個 這個組織就是RUNFOR CHILDREN 每次也遇到了說很多不同的小朋友 然後也感謝說三星他們這個捐款 能夠讓小朋友在很多不同的領域 來發揮他們的專長這樣 這個超過兩萬名的熱心民眾 一起來響應這個公益活動 所以我們累計到的金額 也超過四百七十二萬 是歷年來的最高 除了領跑之外 主辦單位還安排三位體壇明星 針對女力新世代 舉行一場主題講座 而身為台灣體壇的女力代表 文字雲跟郭信淳 也大方分享了自己近期面臨的新挑戰 可能以前我會太在乎大家想法 或是一些關注會造成我對於比賽上面的一些壓力 我現在也會下去想說 我就是因為喜歡這個運動 所以我才站上這個舞台 然後做我自己喜歡做事情 然後讓我自己可以發光發熱 因為最近才剛從市井賽回來 對 然後其實在這次比賽就只是險勝一公斤 北韓的選手也有破世界紀錄 所以我還要再多努力力一點 因為就是人家快要追上來了 儘管在局中市井賽 五十九公斤級的停舉跟總和都打破世界紀錄 郭信淳仍舊沒有停下訓練的腳步 而他跟文字雲也都將出賽下週在桃園舉行的全國運動會 希望以賽代訓繼續為接下來的國際賽事做好準備 外體新聞採訪報導